6月27日的瓜个个都很劲爆 尤其是双宋的童话婚姻走向尽头 CP粉自然是一时无法接受的 近日宋慧 乔不再沉默 直言离婚缘由让人唏嘘不已 网友早有端倪 其实自二人结婚的两年来 宋慧乔和宋仲基不合的消息就时有爆出 只不过每次新闻出来都会被辟谣说 假的 宋慧乔与宋仲基的离婚声明跟大多数明星一样 官宣难以克服性格差异 谁能想到当初无论是走红毯还是私下约会 都是甜到掉牙的恩爱夫妻 如今还是没 能逃离离婚的局面 婚后没过多久 就有媒体曝出宋慧乔删掉了和宋仲基有关的照片 摘掉了婚戒 二人也先少同行 爱与不爱 其实都有积可寻吧 有关于你所有的变化 都清晰的写在脸上 刻在身体里 宋慧乔直言自己对爱情的看法恋情无疾而终 很伤感但何尝不是一种历练 对一些逝去的东西不要拼命去挽留 坦然接受就好了 这句话是不是表明 自己与宋仲基之间的爱已经消失了呢 网友看到后纷纷表示 太现实了 我们大可不必如此伤怀 因为悲欢离合 来来去去本就是成年人生活与婚姻的真相 其实对于这对恩爱夫妻的分手 当时两人合作 太阳的后裔 而相爱 相信很多演员都有同样的经历 就是因戏生情 然而这样的爱情保鲜是最短 一旦脱离了角色 各种问题就曝露了 宋慧乔宋仲基大概就是如此吧 当爱情的迷雾散开 你会发现 原来每个人心里都装了太多东西 爱情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